大家每次在看電視的時候呢 都會覺得說 藝人好像在檯面上 大家和樂融融的樣子 私底下一定也是大家聚成一團 但殊不知 會交朋友 對 感覺朋友一堆 然後什麼局都不會尷尬 但其實 有時候檯面上的樣子 並不是代表檯面下 因為很多人是邊緣人 演藝圈有很多邊緣人 而且是編到就是 他們放到社會上 也是很嚴重的邊緣人 就是他們沒有朋友 沒有生活 沒有生活 然後也沒有人生的意義 什麼都沒有 那妳覺得妳算是 演藝圈的邊緣人嗎 我覺得我還滿邊緣的 可是因為我 我有一群我自己邊緣的朋友 就譬如說我姊姊來跟我媽 邊緣跟邊緣自成一格 就是我 我只要想約的話 我就可以去找我姊 那妳這樣就不算邊緣人 但是我朋友不多 我跟你講今天來到現場的 是真的 可能她要打電話 也不知道要叫誰來的 對 而且我們剛剛在錄影前 還親眼目睹了 兩個邊緣人聚在一起 有多可怕 好 我們先歡迎邊緣人 小漢哥 子瑜 還有章魚 章魚妳哪是邊緣人啊 不是啊 我一回家其實超安靜的 妳有朋友啊 妳會跟班底 我沒有朋友啊 班底不是會約妳去唱歌 不是同事而已啊 妳 妳覺得我們大家只是妳的同事嗎 不是 朋友 就是妳知道 因為邊緣人都會有個開關 Sarina妳覺得她是妳的朋友嗎 是吧 她沒有覺得 跟妳老公還有小孩出去吃飯 對 那個時候是開關打開 可是一旦回家 就大家玩得很熱鬧 然後我那個社交的開關 Turn off的時候 回到家當然就Turn off 就大家可能會Line妳啊 或者是還是會跟妳說 剛剛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是都不回 沒有 妳這不算邊緣人 那不算邊緣人嗎 妳跟他們出去什麼的 可是出去很精神耗損 就覺得好累喔 因為有些 他們可以一次跑好幾拐 就是兩拐 三拐 然後一直在趕場 然後我在趕一拐 我就覺得 好累喔 不是邊緣人 因為有人連拐都沒用 你如果拐 哈孝遠 就是我 真的假的 我最近最熱鬧的拐 就是前兩天我去出外景 來賓有鄭仁碩 還有江竹萍 對 然後大家都就很開心啊 想說難得可以有機會跟 就是這種這麼厲害的戲劇咖 對 他們有買一點小酒 在喝 然後就我跟鄭仁碩 坐同一間那個房間 我們是那種帳篷的 然後他們就跑來我們房間 就照理說大家應該玩 很開心 對 對 照理是很開心的 但是 我就把他們趕出去了 為什麼 他們來找你 我也沒有真的說 你們出去好不好 我就說 我要睡覺囉 然後他們就出去了這樣子 因為你不能喝酒 對 因為我也不太會喝 其實我是可以喝 但我就不太想喝這樣子 我會覺得 為什麼要浪費時間跟他們喝酒 你可以聊天啊 難得耶 對 不是喝酒 你也可以跟他們聊天啊 一整天白天已經跟 碩哥已經聊很多了 就覺得可以了 那你不會想說我都沒朋友 maybe可以跟他變成好朋友啊 不是 我們是尊重對方 要讓對方也有休息的空間 就是已經聊了一整天了 他不想休息 他想跟他喝啊 對 邊緣人的心態是假的 我想讓他好好喝酒 對 不要因為我而掃興 對 打擾都好 所以就不要在我房間裡面出去 所以曾子余 你也是邊緣人啊 我也是邊緣人 你看起來感覺朋友很多耶 我也沒什麼朋友 其實我剛剛這樣聽完之後 我發現我其實也是有 就是有媽媽 就像你剛剛的 你媽媽 像你剛剛的媽媽 媽媽指教的朋友 你剛剛也是說 你媽媽跟你姐姐啊 你也是家人 可是你一個大男人 你媽媽是你最好的朋友 聽起來不是很怪 因為我最近的突然就是因為 像我跟小優都是三月一號生日 我們同天生日 然後可以一起分 然後我辦了一個生日趴這樣子 他好像只有海產跟他吃飯 而且最後一次回家之後 他就說我媽看不下去 他買了一個小蛋糕 逼著我說一定要唱生日快樂歌 然後我還覺得會不會讓他 因為我想說那是母難日 我就沒有什麼在過生日 對 你是顧慮到是媽媽的痛苦的那一種 對 我就想說 他畢竟他也很辛苦 所以你唯一的好朋友是海產嗎 也算是好朋友 因為他幫我過生日我也嚇到了 他把我騙出去吃飯 然後那時候 一個月前約 然後我那時候還想說 完了時間要到了 不行 我不能去 不能去 然後是有共同的朋友 一直打電話打電話來 我才去這樣子 我還因為這個事情生那個海產的氣 因為他選擇去幫曾子余過生日 不幫我過生日 他已經夠邊緣 有人陪他已經要了 所以我現在都說 你一生有講話 生日那個限動是很多耶 你都不會忘了有誰來 他至少慶祝了五天有沒有 超過吧 他們那個叫生日月 不是生日當天 好 那你們全部都shut up 你們都不是很重要這些事情 今天有一個人 有發生很重要的事情 是 Junior請起立 是 我 讓我們鄭重的恭喜你 謝謝 人夫Junior 我來吧 莫名其妙就求婚了 對啊 莫名其妙 之前不是一直死不成 你們在一起嗎 沒有 我覺得 我不想要就是 還沒結婚 然後去公布在一起 然後結果突然間出了什麼意外 然後又 就知道樹狀圖 永遠都會存在 就是不要啊 你是什麼時候求婚的 就是2月24號晚上 什麼東西觸動你決定要 因為那25號是我生日嘛 24號求婚 我就覺得以後 有 我至少 我減少一個節日這樣子 居然是會這樣 對 算得滿精準 然後你是下跪 然後又講感人的台詞嗎 對 沒有 其實我是先錄了一個影片 然後 所以當天就看完影片 然後差不多我就下跪了這樣 然後你下跪講什麼 可不可以大概重複一次 我就講說 今天這樣子 還滿意嗎 可以嫁給我嗎 就這樣子 就這樣 我是因為那個影片 我有看完整版 那個影片很用心 就是因為 我覺得拍得超級好的 很像是那一種 有點像微電影 小紀錄片的感覺 因為 俊爺哥就是一直會 在生活很小的瑣事 可能只是挑個東西啊什麼 俊爺哥 就是那個是完全有愛的鏡頭 都會錄 因為我就記錄 我們這兩年在一起 所有的生活 因為我很喜歡拍東西 所以我就把它紀錄 剪成一個 所以他應該光看完 影片就落淚了吧 對 就是他就哭了 然後我就喔 那個 對 那你有哭嗎 我其實當下也很緊張耶 其實我想說 人生就這樣子 就是 要步入下一個 對 下一個關卡 找到了 那後來想 現在沒什麼出去玩 算了 結婚好了 蛤 所以你說 不是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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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會出去玩 我們今天是要聊你社交網的事耶 歡迎家入職 歡迎你 歡迎家入職 我們還是有很多朋友的 可是你不是說你只跟單身的在一起嗎 那你現在自己結婚了怎麼辦 其實重點就在這就是我身旁的朋友算得出來的都結婚啊 本來有誰啊 高山峰 然後 綠茶不算 他不會結婚的 然後再算一算其他的 反正我所有包括私底下的朋友 檯面上的朋友 大家都是結婚的啦 所以你是為了他們都結了婚 你就想說趕快也結婚算了 你不是不是這個動格不算 我是覺得就遇到對的人可以啦 這樣子 滿好的 真的 我也年紀也不小了 你有做好心理準備了嗎 有有有 心理準備了很久 因為你以前是浪子的生活耶 對 其實我算是浪子幫的最後一個結婚的 綠茶不算 對 還不少的啊 自成一個 對 其實我算是最後的結婚 恭喜你 謝謝 恭喜 但是應該你要立刻生小孩吧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都在拍戲 所以還不行 總不可能拍一拍 先專心工作 對啊 對 就是 很細節 沒有啦 跟老婆這可以吧 OK的啦 可以 跟老婆嗎 對 好 小優絕對是社交王啊 因為我從以前 學生時期我就會用各種方式 想要成為社交王 比如說如果我高中的時候 我就會去參加什麼 社聯會主席 我就會去當那個主席 然後到大小就當戲學會 會長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活動長啊什麼 那你想 如果你本來沒什麼朋友 你因為當了這個 你就一定會有朋友 對 因為大會來就是 可能跟你比較好啊 妳是小時候沒有朋友過是不是 小時候也沒有耶 隱形的朋友 很可怕耶 小時候我這是我們那個 裡的那個孩子王 就是真的 小時候就是孩子王了 不誇張喔 是比如說 我現在先放學回家 然後我媽會逼我 就是吃完飯 然後要那個寫完功課 然後這時候就大概就是會 五六個的那個朋友 在外面敲我們家的那個門 要揍妳啊 要揍妳啊 出來了 快這麼小 就被討厭 快出來了 沒有 他們就會這樣敲我們家的門 就說 小優趕快出來這樣子 要一起玩了 對 要一起玩 因為我然後出來就立刻想巴 我甩死人 你是被圍堵的概念 不要這麼黑暗啦 反正那時候就是 電捲棒燙妳 衣服 那個看下去吧 妳要再去喔 其實我們真的長袖 就是因為這樣 沒有 卸下來吧 脫甲衣套給我們看 好 就是我小時候真的就是那個 我那一個接的孩子王 人生從以前到現在 沒有像邊緣人的生活過 是有曾經在高中時期 有小小的被幾個惡霸欺負過 但也沒有到邊緣 惡霸是女生嗎 沒有 因為那時候我有愛打小報告 所以我想要當 廖北亞 廖北亞 就是抓卡 妳就說 老師 廖北亞最討人厭的 妳聽老師都拉攏耶 這種人 因為我覺得老師愛我的話 同學應該也會愛我 同學就會恨妳 我用錯方式喔 我那時候就用錯 因為我就覺得 班上有幾個壞同學 因為我們班那時候真的就是 前面都是讀書的 後面超誇張 後面同學在跳那個街舞 在上英文課 他們在後面頭轉 然後 那乾理什麼事啊 可是就是我就想說 哼 我就要去打小報告 然後就可能有被那些 惡霸小欺負一陣子 他們是熱愛G5啊 對啊 他們只是熱愛G5的聲音 他們送信現在發展得很好 他們是不錯啦 我也沒有真的討厭他們 但那時候我們在上英文課 後面會只聽到HEPHOP的音樂 滿High的耶 也是英文歌啊 開心啊 對啊 對啊 也是英文歌啊 也沒放錯啊 沒有錯啊 沒有錯 你是不是少講 搞不好老師上課是戴著安全帽 隨時都想下去轉 老師也會轉啊 對啊 那算邊緣嗎 那只是小小的被欺負而已吧 沒有 是因為你自己 都尿不尿的關係 對 對 對 那我後來就改掉這個習慣 然後高中大學 就真的都成為那個社交的 就是這種團體的東西 所以你是不是無法容忍 沒朋友的生活 我沒有辦法 而且我沒有辦法一個人吃飯 就是我很胖胖 超可以的耶 對啊 一根吃飯 超小的耶 在家一個人吃飯 那你如果去吃那個海底烙 還有娃娃坐你對面 跟你一起吃那個 我會哭耶 我從來沒有這樣 然後我也沒辦法什麼 一個人看電影 一個人怎樣怎樣 就是我 會吧 你可以一個人逛街嗎 一個人逛街要很短暫的時間 因為我會做不出決定 到時候會全部都買 因為我有選擇障礙 這樣牛肉麵 你就可以一個人吃啊 我沒有辦法耶 牛肉麵也要邀朋友 就是我就會講說 一個人吃 那我不如打包回家好了 因為我覺得一個人坐在那邊吃東西 那個背影很輕一點 多享受啊 對啊 然後愛喝幾杯 又喝幾杯 不是有一次情人節的時候 我一個人去一個餐廳吃飯 然後我還被霸凌 然後就是那個服務生問我幾位 我說一位 他就這樣看著我 今天情人節耶 然後我想說 不行 一個人吃飯嗎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兩個兩個 然後我就一個人點了整桌菜 然後在那邊吃得超爽的 就很享受啊 我也很喜歡一個人去那個 吃日本料理 然後坐那個吧台 然後吃那個壽司 然後在那邊喝新酒 然後這樣輕微的跟那個師傅聊天 你就覺得自己整個人 因為哇 好享受生活喔 那清酒就是要跟隔壁朋友這樣乾杯啊 沒有 現在朋友講的話 我不想接就很煩 我想要靜靜一個人享受美食 所以你們 中年兒也不喜歡這樣嗎 我基本上 我如果會自己吃飯 就是在家吃或買回家吃 我真的 我滿少坐在 坐在餐廳 然後自己一個人吃飯 除非說去外地拍戲 晚上真的沒有人 我就自己 旁邊隨便吃一下 但我也是沒有過自己吃飯耶 我老實說沒有自己看過電影 對 怎麼會看電影耶 我覺得一個人看電影 就算是喜劇我也會哭出來耶 我會覺得好悲傷 我只一個人看電影 沒有人跟我討論劇情 有些戲就是你想要 靜靜專精地看啊 可以自己思考啊 你為什麼要討論劇情 自己看的話 你在家看就好 所以電影就是 這麼多的人 然後你自己 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耶 我也沒有辦法 你會怎樣爆炸嗎 還是 可能會跟陌生人聊天吧 沒有 我們要不要一起聊 就是你一定要 一個陪伴的 對 而且爆米花就是要旁邊的 一起這樣子吃很過癮啊 我覺得社交好像都是比較 沒辦法 就是不甘寂寞的人 我們就真的很愛 對 你一定要有人跟你對談 是不是 也不是就是這種東西 就是要有人跟著一起 對我來說 這就是個團體的事情 去餐廳吃飯 大家一起的 對 我唯一有可能 自己跟去餐廳就是 譬如說日本料理 那老闆是我的朋友 我坐下來 我邊吃還跟他 那就可以 那可以 健身房的話就一個人 健身房當然是一個人 因為健身房不用聊天 洗澡 洗澡都很 很困難 洗澡應該都是一個人 洗澡OK吧 Sabrina呢 你可以一個人去餐廳吃飯嗎 其實我自己是可以享受 就是一個人去吃那些餐廳 但像我的話就是 我喜歡跟各式各樣 不同類型的圈子的朋友 所以如果去餐廳的話 你可能是不想跟 平常或一些 跟你聊一些 雜七雜八的朋友 像我就會找 也是愛吃美食的朋友 或是懂美食 然後我們就是一起品嘗 而且你吃每一種餐廳 你們會分配說 哪一群朋友是可以跟誰 哪一個跟誰吃這樣 可是他們運動要 可是有什麼奇怪 會不會覺得說 我把它歸類在 他吃這個料理的 可是他其實他內心 他今天想吃別的 就會變好像我們在逼迫他 我們都算得很精準 那個人他絕對只愛吃這個 對啊 因為瞭解他 我們會觀察 會嗎 我就覺得 為什麼花那麼多力氣 去觀察別人 對啊 對方搞不好也想有一點空間 沒有 可是你們這麼邊緣 你們開心嗎 我們剛剛就滿開心的 你們開心 快來訂閱小姐副席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